来 掌声 有请我们的选手出场 有请 二位好 欢迎二位 哎呀 太喜新了 二位 你让话里抠出来 我们俩是扶我啊 你们 好 来 给我做个自我介绍 二位 好吗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原生社的相声演员李圆圆 圆圆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重庆原生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于正豪 二位是 我们俩就是搭档 搭档 对内就是仇人 对内是仇人 别动 现在职业就从事这个相声表演 对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他是我的学长 然后就是学生物嘛 当时他有一个表演团 当时我就去参加表演团 就是那个就是演小品演话剧的 但他把我刷掉了 三个都有女孩 他就偏偏就不要了我 无情剧 人家圆圆的气质 颜值在这就差什么呢 所以你就想想三个女孩我刷掉了她 这就没什么 主要是因为当时三个女孩啊 就她最闹腾 主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当时可能眼睛有点瞎 这个我认了 我认了 他当时确实就是现在眼睛也不大 你看 那这后来就怎么搭档在一起的呢 就是他还有另一个社团 就是我职务比较多在学校 对 他就是当时有个剧斗社 就是我们的一个相声社团 加入社团 然后来做这个 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在学校里算是正式的搭档了 对 对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也五年了 既然搭档了五年 这个默契肯定就不是就是一般人的默契了 你现场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来一下好不好 展示一段 这样吧 给大家带来就是一小段 我们自己写的一段相声 行啊 行啊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掌声欢迎 掌声欢迎 相声演员李元月 相声演员余正豪 上台鞠躬 用这个普通话给大家表演 其实心里还是非常的紧张啊 废话 到了天津可得说普通话 其实为什么用重庆方言跟大家讲呢 为什么呢 就我觉得方言啊很有意思 是吗 这重庆方言啊 反映了我们重庆人生活的一个特色 您给大伙说说 就举个例子吧 就大家平时聊天呀 跟大家打招呼 见面 其实说话会特别的长 是啊 在我们重庆就不这样呀 那重庆怎么着呢 重庆讲究四句话 八个字就打完了 八个字打完招呼 对呀 您试试 那咱给你学一学 重庆人怎么打招呼 您来 爪子 买菜 咬地 拜拜 回来 干嘛 完了 对呀 好 这也太不热情了吧 怎么不热情了 我们重庆人打招呼呀 这个热情啊 都在我们的语音语调里面 所以大家就听这个语音语调 拜拜 就走了 回来 就这个 怎么了 这一般有意思吗 除了这个还有呀 还有其他的 就我们重庆人砍架也很有意思 重庆人怎么砍架 砍架讲究三个字 哪三个字 快准狠 您说说 就是下手特别快 看得特别准 砍架砍得特别狠 您这样说啊 大伙可能不明白 不明白 要不然这样 咱给大家演示表演一下 咱们重庆人 重庆人怎么砍架 没有问题呀 来试试 那这样 你在这卖东西 我过来买东西 产生对话 咱试一试 你看是不是这样 来 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青苍大甩卖了 哎 走过路 哎 老师 哪个人买啊 一杯 五四 不买 拜拜 回来 三四 滚 滚回来 二四 哪几怕 你看 就这个 啊